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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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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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是劳博工 大家可以看在下方 就是你的同学 朋友 配偶 下属 子女 身边的环境 你的朋友 这都会显现到磁场 而今天我们也会说另一个工位就是命工 命工就是代表你一生的事业 你自己的使命 那我们如果去看究竟我做什么工好呢 究竟我的潜能在哪里呢 我们首先会看你的性格 然后再看你的命工 那我们就会知道你在哪一个行业里面会发挥得好些 好了 继续下来 好了 大家可以看看你自己的数号 抄抄你自己的数号是什么数号 看看你自己的中文名 如果总共有十个星 一字数尾的 大家看到吗 一字数尾的 十一 二十一 三十一 四十一 五十一 都有不同的名 在我们这里 今天其中有一个同学就是三十一 奉献星 它应该是在命工上 好了 另外二就是上升 上升 大家很清晰 就是宰相 它比较用头脑多的 但是不同的数号 十二 二十二 三十二 四十二 五十二 都有不同的磁场 好了 第三 叫车星 车星就是 逢亲三字尾的 今天我们都比较多三字 有十三 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是 我们这里看到 就是他的奴博公 即是他的配偶是十三的 这里有一个同学 另外这里 我们今天都给了一些资料 例如有两个小朋友 他的父亲也是十三的 一会儿我都会讲一下 二十三 我们这里也有的 今天 三十三 四十三 五十三 好了 四号 四号今天我们有一个二十四 一会儿我都会讲一下 五号 今天我们有名字里面 有两个磁场都是十五 亦都有一个二十五 一个三十五 那这个我一会儿都会讲一下 好了 下一个抛框 六字number 大家看到了 易马星 七字number 孤星 刚才周星池是十七 好了 另外八号星是事业星 今天没有的 我们这里 九号五鬼星 OK 即是比较多鬼主义的 今天我们这里也没有什么 零 今天反而有三十 OK 亦都有二十 是文曲星 我们会讲一下不同的磁场 究竟它们会吸引什么 好吗 继续了 OK 疾护功 刚才我说了 疾护功 代表你的DNA 即是说你潜藏里面 你自己一些特质 所以你一定要清楚你自己的性情是什么 OK 命功就是你这一生的使命 和你事业的操作 或者你和上司的关系 甚至乎如果女士不工作 他和老公 因为老公都是他的使命 所以我们也会看这两个是最重要的功位 今天当然因为我们人少 如果你看到 一会儿我们讲的数字在劳木工 或者父母工 那个也都代表你父母 或者你配偶 或者子女的磁场 OK 继续 好了 权升 OK 一号性 一号码 今天我们这里有一个是三十一号命功 OK 不过我们也讲一下 权升的朋友 他命功的意思是在事业操作 他特别有领导才能的 他喜欢权力 而且他是不服输 也很有软健 崇拜言能 判断能力很强 对事业的野心很大 很敢于接受挑战 其实你整体看出来 你都知道他是一个领导者 他不喜欢被领导 所以通常如果是一号尾 OK 你无理是职务工 或者你是名工的话 其实那个朋友 他也是适合做一个领导者 或者甚至乎是创业 自己出去白手兴家 OK 他一按大人他就不开心了 他常常都想转工的 他一定不服上面的人 除非那人很厉害 其实上网我们声明学比较简单 不需要知道他的时辰 其实我们就找他的中文名 然后知道他的出生年月日 知道他什么季节出生 其实我们都断到究竟他 他似不似那个星数 21比较多的市场上 增权星 他一定要争才能取得到 不争才能取得到 OK 亦都不怕竞争 OK 好有斗心的 31 我们今天这里有个朋友 31 那31奉献性 奉献性 一定要奉献自己 给公司 给老公 或者给同事 令到他容易得到他的磁场 即他的封城 一定要奉献自己 OK 奉献了自然有权 不奉献就永远都拿不到权 OK 好了 我们下去2号了 好了 2号就是上升